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绩永垂实测 记忆中国人民的伟大英秀 和大晋星毛泽东诞成立28周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全民医疗保险 人均寿命比改革开放时期更高 人口数量翻倍 奠定了中国后来发展的人口优势 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跟除了血迹虫病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比解放钱增加一倍 世界的银行的数据显示 当时中国的GDP世界排名第五 全民医疗保险 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第一次 空前绝后 也是世界上大国的奇迹 中国人民拥有了人人平均的股份 有真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文化大革命建成了两弹一心一挺 为中国建起了永不倒的长城 中国从此永远不会被侵略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成功地阻止了苏联的进攻和侵略 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和策略 使中国避免了被侵略的历史悲剧 这一伟大而英明的历史功绩 如同苏联为国战争伟大胜利的历史意义 苏联遭受被德国侵略的悲剧 付出空前绝后的巨大代价 最后战胜德国 中国如果当时遭到苏联的侵略 中国必然遭受毁灭性的损失 中国的历史必定被改写 从1969年到现在 很大数量的中国人都不会出生 1969年左右 中苏边境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双方都有人员伤亡 苏联百万大军屯兵中苏边境 苏联打算对中国进行和手术 中苏力量的对比 苏联由于武器的巨大优势 而使其力量是压倒性的 针对当时的严峻的形势 毛主席提出了 深挖洞 广积粮 不成罢 那战略方针 对苏联采取是强而有准备的策略 加上中国拥有原子弹和轻弹 使苏联不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知情上上下乡就是一个有准备的措施 试想一下 如果当时遭到苏联的进攻 首先遭受损失的必然是城市和城市人口 把成千上万的知情部署到农村去 本身就向苏联表明中国准备同苏联开战 苏联的战略家们当然明白 巨大的人口转移到农村意味着战争的准备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毛主席的英明的外交政策 成功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 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东方大国 这历史性的辉煌成就也是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成为可能 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 向毛主席经理的照片 全世界都看到了 中国人的尊严第一次得到世界的公认 全中国人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找到了中国人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感觉 中国人民不断站起来了 而且强起来了 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中国人民买国信仰 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 实现了自觉的爱国主义行动 是一场生动活泼的爱国教育运动 增强了中国民族的凝聚力 刘少奇首先进攻毛主席 在一次会议上他对毛主席说 你可以参加会议 但不要发言了 在四清运动中 刘少奇召集会议 但不让毛主席参加 事实说明 刘少奇开始篡权搞政变 正是刘少奇首先向毛主席 开了第一枪 毛主席才被迫自备反击 发动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极力反对中国搞原子弹 案例里阻止向原子弹基地发送物资 周恩来把这事情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批示满足原子弹基地的需要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就会像华国锋 那样被踢下台 中国的核武器项目肯定被篡权者扼杀 胎死腹中 运十大飞机下马就是铁正 男人被杀头 女人被强奸 割地赔款的历史悲剧也会重演 中国如果在文革中没有建成核武器 以后还会有机会建成核武器吗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美国不允许 就像美国不允许伊朗造核武一样 中国会永远失去造出核武器的历史机遇 中国现在如果没有核武器 只有屈辱地接受美国的讹诈 正是中国有了核武器才有反着美国贸易战的底气 文化大革命在历史上拯救了中华民族 不但是中国阻止了一场空前的历史劫难 即被苏联侵略 而且为中国建成了永不倒的长城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绩永垂实测 中国人为什么每年过十一国限节 因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代表中国人站起来 做主人的新中国诞生 同样道理 中国人完全应当诚实而理智的每年过文化大革命节 永远纪念是中国避免盲国 永远不被侵略的节日 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 都是只看职业 不看主流 职务自私 不为大局 完全被邓小平的又一大骗局欺骗了 成了邓小平陪葬的牺牲品 这些人被邓小平 骗得罔顾事实 骗人骗己 神魂颠倒 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屠杀了一万多中国学生和平民 而毛泽东文革时期成功阻止了苏联侵略中国 拯救了成千上万中国人 邓小平的屠杀被说成镇压暴乱 毛泽东的文革被污蔑长十年动乱 中国的历史该改写了 哪些中国人成了反人类的外星人 邓小平用欺骗的手段 和军阀式的六四大屠杀篡权 复辟的资本主义 这完全应验了文革的预言 广大劳动群众持二变苦 遭二次罪 中国回到了解放前 邓小平的倒行逆施 违背了革命先烈的初心 使成千上万革命先烈成了被背叛被抛弃的冤魂 他们的灵魂在天不停地流泪 不停地哭泣 令中国人心碎 成千上万革命先烈被骗了 被邓小平欺骗了 邓小平几亿失败后 脱党一年多 原因是他被国民党抓了 叛选了革命 成了叛徒 他欺骗了周恩来和党中央 成了潜伏者 做成了叛徒欺骗者的巧妙大作 邓小平写下晚言忏悔书 用这样的苦肉计欺骗了毛主席 欺骗了全党 欺骗了全中国 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 他的忏悔书是一个巨大而甜不知识的欺骗 邓小平颠倒黑白 疯狂污蔑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进行无耻的人身攻击 这些表现完全暴露了这个无耻汉土的原形 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想错而做不到的事情 邓小平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共产党 苏联的倒台 正是从污蔑党的领袖开始的 所以邓小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污蔑和攻击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骗了中国的青年人很大一部分 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 但不是主流 就像苏联为国战争的损失 不是主要方面 而胜利是主流 是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 苏联为了为国战争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 是不可避免的 文革的阴暗面在当今社会也有 难道因为这些阴暗面 可以否定当今社会的主流成绩吗 只攻击一点 不及其余的片面的攻击和污蔑文革 完全是跟邓小平一样发色分 假攻击思 因为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揭发叛变的事实 公平的做法是 让全中国人说话 讲出真相 邓小平名义上说被人民在小康 实际上迫使成千上万人下岗 逼梁为昌 民意上建高楼 因外资 实际上把中国的卖营数量搞成世界第一 民意上搞开放 实际上带头把国有资产骗到国外 数千贪官协公款逃到国外 给国家造成数百亿的损失 邓小平废除了全民医疗保险 多少中国人因无钱一致而悲惨死去 邓小平还废除了中国人人 应得的平均的国家股份 以改革的名义 私吞国有资产 肥了邓家帮 由于邓小平摧毁了中国的集体农业经济 农村出现了很多艾滋病村 卖血村和老人村 邓小平堵死了中国农业 实现机械化的出路 导致中国农业生产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回顾中国近代历史 中国人民遭受了国外侵略者的屠杀和弃压 受尽国内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与压榨 正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 推翻了三座大山 让劳动群众当了国家的主人 文化大革命建成了两弹一心一挺 为中国建起了永不倒的长城 中国从此永远不会被侵略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诞辰128周年之际 缅怀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大救星 虽愿伟大思想和灵魂出去国内 邓小平留下的妖物 在此保佑中国人民做中国的主人 得到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人人应得的国家平均的股份 有真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